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神也释放你跟我一样 刚才神也使你在灵里面自由跟我一样 今天早晨我一起来的时候 我就向神宣告说 今天是亚华所定的日子 我要在当中欢喜快乐 我也相信你跟我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我们很快的今天早晨 我们要一起的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 那真言书第27章 弟兄姐妹 真言书第27章 第一节说 你不要为明天之夸 因为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何事 然后要让陌生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之夸 让外邦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唇称赞自己 弟兄姐妹 每一次我们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注意 所以那一章节的第一节跟第二节 就是开始的那几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开头 是一个开头 它也是很多时候是那端 那整章的一个主题 那今天早晨 我们一回到真言书讲到智慧 我们也读了从第一章到二十六章 我们也大概列列的懂了智慧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第27、28、29、30、31 这个真言书它要开始做一个收藏了 所以它会有一些复习的情况 那第一 它就说何谓智慧 那这里第一节第二节 好像没有讲到智慧 对不对 但是这整本书它是讲智慧 所以我们要去看 这是这章节里面 它到底形容智慧是个怎么样的 那我们知道智慧 我们要成为智慧的人 经位耶和华 这是知识的开端 智慧的开端 所以当你经位耶和华的时候 经位耶和华的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那我们就看到 第一 它说你不要为明天之夸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看到 这里就讲到是 智慧的人是谦卑的人 弟兄姐妹 如果你说你有智慧 那么你就要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吗 问你自己好不好一下 说我是不是谦卑的人 我是不是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是什么呢 是不自夸的人 谦卑的人是看事情 看得呵护忠道 他知道他自己的强处 他知道自己的短处 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短处 然后看到别人强处的时候 他就骄傲 没有 他不会自夸 他会看事情 看得呵护忠道 这是 他也不会高过自己的能力 他知道 所谓说 他知道自己的精良 他知道自己有多两种 所以这里说 既然我们是有智慧的人 而智慧的人 为什么不会为明天自宽 因为他知道 他的源头是来自于神 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就好像昨天我们的景牧师 他在分享的时候 他讲到说 他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 他在祷告 谢法的时候 他妈妈说 如果不是我主的话 你哪里有的吃 你哪里有的主 谁主给你吃 不是耶稣 是你的主 是你妈妈主给你吃 但是我们是 因为神人 我们知道 我们一切的源头 是来自于神 所以我们要向神感恩 所以我们知道 明天我们的一切如何 我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会围着明天 我可以做什么 我来要怎么样 来自夸 第二 宣卑的人 是领摆自己是有限的 弟兄姐妹 你领不领摆 你自己有限呢 真的 有时候呢 当你的年龄 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哇 这个东西 可能刚不起了 我有限 这个是体力上的 有限 但是我们也知道 我们人都不完美 我们都彼此需要 弟兄姐妹 没有一样事情 你都懂得完了 如果你什么事情 都懂得完 已经变成上帝了 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是要每一个人 是有一种互动的 你的强处 可能是我的短处 我的强处 可能是你的短处 所以我们会彼此需要 就像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有讲 字体是怎么样 彼此相细的 彼此需要的 口不能够像手说 我不要你 手不能够像脚说 我不要你 弟兄姐妹 对吗 所以我们看到 教会是一样的 在教会里面 没有一个人是知空 觉得骄傲 即使我们是牧师 我们也需要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也需要我们 我们是彼此相细 彼此需要 彼此扶持 彼此祷告 彼此帮助 那么神的自体 才会变成美丽 所以夫妻也是一样 没有说 丈夫什么都懂得完 或者妻子什么都懂得完 或者说 你的丈夫 不可能完美 因为 神照她的时候 是不完美的 神虽然是完美 但是神照我们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彼此需要的 所以 当我们看到 彼此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责怪人 怎么你这个东西做不好 那个东西做不好 因为我们是彼此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 第二节这里 他说 要让陌生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之夸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谦卑的人 这是智慧的谦卑的人 他会勒作他的舌头 那 这个Book of James 雅各书就说了 他说 我们这个白体当中 舌头是最小的 但是呢 他如果 你不小心 不会 self control 不会去 支持他的话呢 你不会去 热作他的时候呢 他可能 就好像 一个小火 点起来 这个森林 就会烧掉 所以 舌头很重要 你要懂得 热作你的舌头 所以如果 你可以热作你的舌头 你在眼影上 就没有过世了 你就是完全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 跟舌头如何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心 没有这么想 你的舌头 你的口 就不会说出来 所以 不可以自夸 那如果我们 真的有好的地方 让别人来夸奖我们 我们不需要 来为自己夸奖 因为我们人 往往有个弱点 就是我们会 把自己看得过高 我们会把自己 看得过高 所以谦卑的人 他不会骄傲 很多时候 神常常磨练 我们在哪里 磨练我们 在我们的原意方面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原理 这一关很难过 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生命 能够掌控的好 在你的话语方面 我告诉你 神会到来 祝福你 所以神通常 透过我们的口 来磨练我们 所以神 不要我们骄傲 而谦卑的人 他知道 他的一切 来自于神 他不会骄傲 他也不会 以自我为中心 他会把他的焦点 放在神的身上 或者是 其他人身上 他会去 爱惜其他人 他会去祝福其他人 所以我做个结论 谦卑人是 不会骄傲的 也不会 以自我为中心 他会让 上帝在 他的身上掌权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魔鬼撒旦 他就是因为骄傲 他是因为 自我为中心 所以 他才 让 被神 打了下来 在空中 所以以父所书说 魔鬼撒旦 是空中掌权者 好 那我们就说 一个 有智慧的 谦卑人 他们会意识到 上帝有自己 做事的方式 神有他自己 做事的方式 不是我们说 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是神说 怎么样 才算数的 而且 神很多时候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他的方法 如果你说 你想要 欺骗神 欺骗不到 你看 在 《使徒行传》 这对 夫妻 他欺骗神 本来 他编卖的事情 他说 他要完全 奉献给神的 但是他却说 这是我的 他自己 四肢 留下一半 然后 他说 是他奉献的 结果怎么样 当场被 圣灵 击杀死了 所以你看 那么的严重 所以上帝 不要我们 欺骗他 因为 你所做的一切 神早已经知道了 所以 谦卑人 要懂得 乐作舌头 对不起 乐作舌头 不要骄傲 不要以自我 为中心 接下来 谦卑的人 会接受 以及 珍惜 别人的 纠正 你看这里 他说 第三节到 第六节 他说什么呢 你的石头 成沙土重 以往人的脑怒 比这两样 更沉重 愤怒为残忍 怒气相 狂浪 唯有 嫉妒 谁能 挡得住呢 当面 则被 生过 隐藏的 爱情 朋友家的 伤痕 处以忠诚 敌人的亲吻 一切是 多疑的 我们看到 他这里有个对比 讲到敌人 跟朋友 其实呢 他这里要讲到的 就是说 智慧的人 他会去分辨 谁是他的朋友 谁是他的敌人 他怎么样 拟定这个人 是他的朋友呢 他看到 朋友是会 当面 责备他的 朋友会 向他说 真话 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 向你说 真话的时候 说 姐妹啊 弟兄啊 你刚才 这样讲话 不对 你刚才 这样讲话 不对 现在的弟兄姐妹 现在的基督徒 现在的人 都不喜欢 别人 责备他 你知道吗 当你不喜欢 别人责备你的时候 你就是 骄傲的人 你就是 自我为中心的人 所以 神不要我们 一个真正 智慧的人 我们常常说 我要成为智慧的人 那么你就要 珍惜别人 对你的纠正 因为很多时候 旁观者情 他看到 在哪一方面 我们的短处 他要用真心 当然 牧师在这里 讲解的就是 那些很真诚的朋友 很真诚的朋友 他会向你 讲真话 然后 你自己也用真话 回 向他反映 你也把 看到 别人的短处 或者别人在哪方面 需要有被纠正的 你告诉他 所以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有朋友 而你会看到 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就从中学习 为什么今天的信徒 很难成长 因为今天的信徒 只想听到什么 好话 好的信息 但是 不想听 牧者讲 责备的话 不想听 教会讲 责备的话 其实 当我们讲 责备的话 就是要帮助你 成为智慧的人 要帮助你 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要成为一个 接受 纠正 当然我们在 纠正人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 神的颜值 我们要用 爱心 用鼓励 用劝勉 用德 这样的 来 帮助 好 我们进入 第五点 谦卑的人 是会 谦卑的人 他是一位 怎么呢 他是一位 除了刚才我们说 他是一位 接受跟珍惜 别人 纠正的人 之外 我们看到 他会怎么样 他会 有自知自明 我们来读一下 这里 他说 吃饱了 烟饿 风房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 都觉得 堪甜 这个人 他不会把事情 当别人 就证你的时候 你不会 把很多东西 就责怪 是别人的错 不是我的错 是他的错 是他责怪 环境 责怪 那些 当时的情况 他不会 他不会把事情的 应有 权责怪 在事物 和别人身上 他会知道 往往 出现问题 很多时候 都有自己的 责任 都有自己的 可能自己的态度 哪方面 错了 你看 当你吃 你用这个 蜜糖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也吃过蜜糖 蜜糖甜不甜 蜜糖是很甜的 对不对 当你饿的时候 当你饿的时候 什么东西 你都想吃 当你饱的时候 即使给你 好吃的东西 你都会说 不好吃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有些东西 它是中性 像蜜糖 苦物 都是中性的 但是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吃蜜糖的时候 会说不好吃 会说是苦 原因是哪里 原因是因为 我们觉得 没有需要的 就告诉我们说 像一个人觉得 自己都OK 自己都没有问题 他就不会接受 别人的纠正 他就不会觉得 接受别人 对他的帮助 所以这样的人 是没有智慧的 是以往 因为他不能够 从别人的身上 学习到功课 所以今天的信徒 真的要学习这个功课 要懂得如何去谦卑 好 接下来 智慧的人 他是会在任何的情况 都善以应对的 他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12节说 通达人见祸就产朵 遗蒙人却全网受害 弟兄姐妹 如果有灾祸来的时候 你要躲起来 还是你要 石头窜过去呢 这里就说 遗蒙人就会怎么样 就可以窜过去 就会跑过去 那谁为陌生人担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帮女子做宝 谁就要承担 那我们看这里 第一 智慧人他会看情况 他会分辨得出 什么的情况 是应该讲什么话 什么情况 是应该怎么应对 有祸来的时候 他会自动隐藏 然后他不会强出头 他知道自己的精良有多少 他知道自己的短处多少 他不会在那边来炫耀 他不会强出头 我会我会我会怎么怎么怎么 不会 他会分辨 他会懂得失误 时事他会分辨 他知道他不会 他说我不会 我帮不了你 那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很多基督徒都 很愿意去帮助人 但是我们不会学习 跟别人say no 我不会 弟兄我不会 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或许我可以看 另外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我们常常都不好意思 推卸 我们要学习 你真的不会 那你说你不会 当然你会 你不要假装 你不会 那也是不对的 我们要学习 会就说会 不会就说不会 是就说是 不是说不是 多说的就出于恶者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懂得学习 然后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为人作宝 那其实这里作宝 这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代替神的地位 智慧人 他懂得让神成为神 那很多时候我们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如果真的没有神的灵感动你的话 你千万不要宣说 神一定会医治你 那如果上帝不医治的话 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 要为弟兄姐妹祷告 说按照神的话 神要医治你 但是我们不能一定 因为我不是神 我只不过是器皿 我只能为你按手祷告 钱并在于神 所以我们不能够 期待神的地位 我们不能够抢神的风头 Let God be God 英文说 A wise person know how to Let God be God 让神成为神 让神做CEO 让神成为你老板 So He will not try to replace God position 他不会替代神的地位 所以这个人是懂得看情况的 他懂得看情况 好 我们再来看 那 当你读到十四节的时候 你就会很好奇 这里说 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他 哎呀 这段经文怎么样解 难道早晨起来 我不可以跟我的妻子说 老婆早安 丈夫说 丈夫早安 不可以吗 然后他不可以祝福我朋友吗 看到早晨 看到朋友说 哎 阿行 早安 弟兄姐妹早安 难道是周祖他吗 不是的 那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整个经文的上下文 那这里说 下以天年年地漏 好好争吵的妇人 就像这样 那所以他就讲了 拦住他的 就是拦住风 又相用 右手抓友 那其事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不是说早晨 你不可以祝福朋友 他意思说 我们做事情也要看嘛 对不对 要看时机 有些时机是不对的 有些时机是 不是说你做的东西不对 你讲的话不对 你要看时机 你要看时机 所以做任何事 要看时机 不会在不必要的时间 做不必要的事情 但是在必要的时候 你就要做必要的事情 在非常的时期 你就要做非常的时期 所以时机要抓 拿得对 否则 你所做的东西 都是白费 可能 不但帮不了人 可能把人的事情搞砸了 所以第三姐妹 这段经文 其实是要告诉 智慧的人 他会看情况 他会 按照他的经验 他知道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他会 刺你去应对 所以智慧人知道 在不同的环境 怎么样是 自处 有些事 他不会 有些的人 他不会碰的 他就不会去浪费 所以你知道 如果你争吵的时候 你跟一个 很想好争吵的妇人 你跟他一直在吵 一直吵 你知道 他其实是不讲道理的 你跟他讲道理也没有用 对不对 他一定会跟你吵 因为他的目的 不是跟你讲道理 他的目的就是要吵赢你 所以 你就知道 你跟他吵没有用 就不要跟他吵啊 因为这里说 你拦阻他的 就是拦阻风 就好像 你可以拦阻风吗 拦阻不到 就好像右手抓油吗 你可以抓到油吗 抓不到的 意思是说 有些东西 你改变不了那个环境 改变不了那个情况 你就不要去 尝试去改变它 神会给你智慧 去懂得怎么去应付 所以有时候 应该安静的时候 就安静 吵架应该安静的时候 你就安静 一下子呢 吵架 是像拍掌一样 两个手掌拍掌才有声音 如果一个手掌拍掌 有声音吗 他就没有声音 事情呢 就慢慢地缓解下来 过后呢 就再来解决 再来商谈 好 我们接下来 第三 智慧人是殷勤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是说 你要详细知道 你的阳情的景况 留心照顾你的牛情 那么因为财富 不能永存 万免 其人 存到 万代吗 他用两个东西 第一 财富 弟兄姐妹 真的透过这一次的行动管制之后 好多的人看得到 财富 其实不能永存的 可能我们过去赚了很多钱 你看 在一个 在一个的病 在一个的灾难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保留不住我们所有的 那其实他这里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要珍惜眼前的事 那二十三节说 你要详细知道你阳情的情况 留心照顾你的牛情 这里也可能跟做牧人的 那如果应用在现在 你可能是小组组长 你可能是牧师 传道人 或是教会的领袖 你可能也是儿女 你要好好照顾你的羊群 你知道 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家人 你要好好珍惜你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你能够珍惜的时候 你要好好去珍惜 你要好好去照顾这段的关系 因为你的牛跟羊 你所养的 它不会永远跟你一起的 有一天你要把它卖掉 或者它老了 它会死掉 所以它就是告诉我们 身为一个牧人 身为一个人 我们要懂得我们身边的人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教会弟兄姐妹 所以当你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 成熟的态度的时候 你就不会跟人争吵 你不会跟人争 你不会跟人争 一个智慧的人会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懂得如何谦卑 然后他也告诉我 冠冕岂能永存到永远吗 那我们知道像我们中国人的皇帝 秦始皇 即使他很想长生不老 他的冠冕永远不能够存到万代 他还是要死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殷勤的人 是有智慧的 懒惰的人是疑昧的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殷勤的人 殷勤的人是怎么样 会专心做好自己分类的事情 就像如果你是个牧人 你就好好照顾你的羊群 如果你是一个老师 你就好好照顾你的学生 好好教导他们 因为可能有一天你会退休 你不只能够再见到这些学生 或者你只能够叫这群学生一年 你可能是这一年的班主任 明年他们已经进入第二年年纪了 你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这是告诉我 我们要珍惜关系 可能有一段时间 你不能够再见到他们 即使你见到他们 他们已经长大了 所以包括做父母的 不要只是一味的赚钱赚钱赚钱 你要看到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要花时间照顾他们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朋友群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他们有他们自己要做的工作 你不能够永远把他绑在你身边 因为总有一天他长大 他要成家立业 所以你要趁你还能够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祝福他们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成为一个智慧的 殷勤的 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父母没有永远都在 有一天他也可以离开的 我也知道像我的母亲他也老了 所以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开始学习 以前可能我关心他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礼拜一次 但是现在可能我要几天几天就打个电话去关心他 因为人会老 人有一天会离开 所以我要鼓励现场的弟兄姐妹 《真言》是一本很好的书 他给我们智慧 懂得去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懂得不要骄傲 要劝卑 要彼此学习 那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